大家好,今天这期节目呢,我是替河北宝镜跟卓州地区的百姓发发声 最近这个事情让我看了以后非常的气愤 前两天习近平到南非去参加这个金砖国家会议 一期呢,首一婚,援助这些非洲国家160亿美元 而且他说了一句话,不能让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掉退 这个话讲的还是高无见领的 同时呢,他也替这些金砖国家呀,指明了发展方向 所以现在呢,人们调侃这个习近平啊 他只要是给谁指明方向呢,他就要给谁付这个指路费 所以这个指路费啊,现在是习近平那个专有名词呀 但是他给国内的人指路的时候呢,他不付指路费 但是他到国际上,只要他指路,他肯定是给别人付钱的嘛 这次他给金砖国家指路呢,他就付了160亿美元嘛 所以你看看,哪怕国家再困难,不影响习近平的对外撒病 所以啊,这个事情啊,我看了以后呢,非常的气愤 因为最近像这个北京周边呀,特别是卓州跟霸州 就是保定地区啊,淹的比较厉害的地方呢 现在等于说这个灾害才开始 前一段时间是发水把这个地方淹了 到底是啥情况,大家不知道 现在这个水退去啊,大家才发现房子财产整个都淹没了 有的家里头淤泥都是一米多深 那么你想,老百姓的损失有多大 这些农作物,家庭的养殖 多少年建立的家园,这不是都没有了吗 对不对 我们都想着这么大的灾害 况且我们都知道嘛,这次灾害就是人祸嘛 就是你为了保雄安,保大县机场,还有保北京 然后把这个河堤拔开放水淹的桌中嘛 所以老百姓心里说咋能气顺呢 现在关键最恶劣的是,习近平对外撒币的同时呢 在国内啊,就没有给人家补助 而且不但不补助救灾啊 现在呢,还把这些灾民呢,当韭菜阁 他们当地政府啊,在选择发钱发物之外呢 现在选择了发蛋 想发钱,我前面都说过了 就是房屋损失赔两万 然后呢,这个财产损失呢 赔五千 每亩地赔多少呢,各地说法不一样 有的说是赔一两百 有的说是赔几十块 最少的地方说是赔九块 总体来说,这个田地损失呢 现在是赔的非常少 所以这种赔赏啊 对老百姓来说就是杯水车薪 根本就起不到家园重建的作用 那么这个时候呢,政府就撂条子不管了 而且就是前面那种赔偿呢 还是你人必须在家里头住的人才有 比方说你一个年轻人啊 你结婚以后呢,你在农村是有房子 但是你跟你媳妇呀,都到北京去打工了 你人不在当地,这个都不在赔偿的范围内 所以你说这叫啥制度吗 你把我的财产造成损失没有吗 我在不在家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家可能还把我淹死了呢 对不对,幸好我不在家 但是这就成了政府给你不赔的一个理由了 现在啊,这个赔偿方案啊 没啥商量的 就是按朱镕基时代定的那个洪涝灾害补伤方法 给你去办 那个是九十难代啊 当时人们的工资一个月才几百块钱的时候 定的标准啊 你拿到现在来给老百姓赔偿 确实中共把老百姓啊 根本就没有当人看待 而且现在最伤老百姓的心是啥呢 他不发钱了,不发物了 对不对 在这种选择之外呢 他选择发贷 而且给你起了个名字啊 叫家园贷 你要重建家园啊 你没有钱 可以来到家来贷款 你的企业以前被奸了 比方说一个养殖厂啊 被奸了 现在没有了 你需要启动资金两百万 可以过来贷款 每期明月 这叫家园贷 而且说呢 我这个利息给的非常低 一年只有4%的利息 跟你银行存款差不多 但是你这是什么情况啊 你这是灾民啊 现在人家生活都成问题 你不考虑给人家发救助金 发这个灾后的补偿 你现在考虑要给别人放贷 你想想 你这是啥意思 对不对 老百姓就说 你这个改个名字算了 你也不要叫家园贷了 你就叫个灾民贷 可能还是名副其实一点吧 所以啊 中共这个事情啊 让我看了以后 非常非常的气愤 习近平在外大撒币 你想想 160亿美元是多少钱呀 随便拨打出一点 不就把这些灾民就安置了吗 对不对 结果呢 你不但不发钱 不但不发物 而且是给老百姓发贷 你想想 灾民心里头咋想呀 最近啊 这个佐州地区的老百姓啊 有些呢 也确实可能生活过不下去了 大家组织起来啊 到这个政府去闹市 这种情况呢 也比较多 现在网络呢 是对灾区啊 有一个封锁 消息也发不出来 但是在有限的消息里头 我们能看到 就是现在这些灾民啊 也在向政府讨说法 那你政府放的水 你政府造成的这种灾害 那怎么办呢 对不对 让我说 老百姓应该怎么样子啊 佐州地区的老百姓 直接举驾迁到雄安去嘛 对不对 你看这雄安不是空城吗 不是有那么多空余的房子吗 老百姓直接搬到雄安去住嘛 把佐州就不要了嘛 就把佐州以后 当成一个雄安的泄洪区 有洪水的去往佐州放 我觉得这样的东西 老百姓可能心里头 还安稳一点 当然我这是个笑话啊 我记得我在前面的 这个前面里头 我说过啊 当地老百姓 如果确实过不下去日子呢 那就组织起来 到当地政府去闹 如果当地政府解决不了 那就到市里头去闹 市里头如果再解决不了 那就组织在民进京 对不对 因为你是为了保北京 保雄安 才牺牲了佐州嘛 对吧 那你现在应该给个说法了 最起码让我们灾区的人能活命啊 对吧 所以我看了相关报道以后 我觉得这次的灾区补偿啊 就是跟老百姓闹的程度有关系 你闹的厉害 就给你多补一点 你闹的少了 就给你不补了 就是按照九十年代的标准 给你一补 然后你没有钱 那现在给你放贷 就相当于你没有房子住 让你按捷去买房 最后让你变成房奴是一个样子 所以啊 这个事情啊 让我特别的生气 而且这几天 你看中国那帮傻缺 就是针对日本辅导这个事情 闹得多厉害 他没有看到他自己的兄弟姐妹啊 在那遭灾都成啥样子的 有人喊没有 有人说话没有 所以这个国家成这样子啊 也不要说一些人是无辜的 现在有关卓州水灾这个事啊 现在还有一个传说 我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拿出来呢 跟大家来在这讨论一下啊 就是说为什么没有一个中央领导去卓州呢 说这里头啊 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 就是卓州放水的时候啊 在卓州市旁边呢 有一个解放军的一支旅 当时也没有通知 放水以后 把这个解放军的驻地也给淹了 而且里面呢 淹死了好多战士 所以啊 部队上的人呢 也非常不满意 也在部队系统里头呢 讨说法 所以呢 有人认为啊 为啥中央领导不敢去 就是怕这个民变加上军变啊 一下把这块火给烧起来以后呢 他控制不住了 所以习近平没有去 底下的官员呢 一个也都不敢去 那么这个消息 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觉得啊 这个卓州地区 肯定是有解放军的驻军的 因为它属于经济地区嘛 那么放水这个事情 它是地方政府偷偷摸摸的放的 它也有可能没有通知解放军啊 那么把某一个部队淹了 也是有可能性的呀 比方说这一个旅 淹死了几十个人 或者造成了重大的损失 那么这些部队上的人 也是不愿意的呀 对不对 它也会集齐一种情绪呀 那么把这个事情 跟这个中央领导 没有到卓州地区去视察灾情 结合起来看呢 这个传说呢 也许是有点道理的 那么最后呢 我想说的是啊 现在这种情况 灾区地方的百姓 求谁都没有用了 只能自己联合起来自救 自救的方法就是啥呢 向政府要钱要生活吗 好吧 这期节目呢 我们就聊到这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